接見美國智庫訪問團 副總統賴清德 先感謝美方對台支持 在受到中國極盡可能的 干擾之下 也感謝國際社會 特別是美國 或者是傳統基金會 等民間團體 對台灣堅定的支持 這當中對美方的感謝 是不是也包含上週來台的 美國眾議院 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主席蓋拉格呢 因為外媒指他反國後 立刻致函 SpaceX創辦人馬斯克 說台灣附近沒開通 美軍用的星頓衛星網路 要求馬斯克對台開通 能讓駐台美軍人員使用 專家分析若能開通 能加強暫時通訊 相關廠商願意提供 我們一些通訊設施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好的 不過我們要注意說 還是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可能相關的費用 可能還是必須要去幫 跟美國廠商大感的配合 但立委賴士堡開酸 署署部長唐鳳 不與馬斯克合作 改用歐洲的oneweb衛星 現在美方公然要開放星頓 看來執政黨想用哪一家 也得看美國臉色 他的核心當然還是擔心台海的局勢 那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 美軍在建制他們的網路任性的時候 台灣當然同步也應該繼續建立 或許開通對台是好事 就怕背後又有龐大商業利益 TVBS新聞 洪富華李作恆 李宗澤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